好 主播呢 台南正副议长涉嫌会选案不断的延烧 民进党中评会还在今年2月呢 针对议长邱莉莉还有副议长林志斩呢 最终处以停权三年的处分 而选案呢 也历经了三个月调查终结了 而建方呢 也依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 将呢 议长邱莉莉副议长林志斩 议员呢 李文俊 黄立昭 张世贤 李正国 郭在清等十人呢 提起公诉 今晚呢 经过法官训问后 总共呢 有六名被告是交保 其中呢 包括呢 招检方认定是总操盘手的郭在清 是以三百万元交保 而跑票遭到来营开除党籍的李文俊 还有五党籍的议员黄立昭 都是以一百万元交保 另外呢 还有余会理事长林士杰呢 则是呢 以两百万元交保 六人呢 都限制住居 而法院补充呢 被告六人虽然都否认犯刑 不过包含人证物证呢 都能够佐证其犯罪嫌疑 而且征讯时呢 相关的证人跟被告呢 都已经征讯完毕 也认定六名被告呢 在国内都有固定的居住所 加上他们的工作跟名望 应该没有逃亡之余 在今晚呢 是准与交保 以上直播